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1年 李雪剑被查出患上鼻烟癌 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 但他一直坚强地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病痛 积极配合治疗 仅仅两年以后便战胜了病魔 并很快重返影评 他顽强的抗癌经历在影视圈也广为流传 今天 小关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李雪剑的患癌过程 以及他的一些抗癌经验 为什么说他既是家喻户晓 又是默默无闻 是因为他的每一部戏都几乎会拿大奖 早在1980年 他便因话剧《九一三事件》 而成为首届梅花奖的得主 1990年 他又凭借电影《焦育录》获得金鸡 百花两项大奖 而真正让李雪剑走入千家万户的角色 则是电视剧《渴望中的孙大成》和《水浒中的宋江》 他因这两个耳熟能详的角色而成为广受欢迎的实力派演员 说李雪剑默默无闻 是因为从事表演40多年来 他既没有绯闻 也没有负面报道 从始至终保持低调 兢兢业的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表演事业中 2001年 李雪剑参加电视剧《中国轨道》的拍摄 早在动身前 他的身体就出现了一些变化 鼻子上长了一个小疙瘩 嗓子也难受 但爱系如命的他并没有去医院检查 而是揣着消炎药就赶赴了西安的外景地 直到一个月后 妻子于海丹到居组探班 发现李雪剑鼻子上的疙瘩越长越大 而且已经影响到了他的身体状况 他才答应去医院检查 而检查结果令他和妻子都大吃一惊 竟然是可怕的鼻咽癌 鼻咽癌是指发生于鼻咽腔顶部和侧臂的恶性肿瘤 是中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 发病率为维尔鼻咽喉恶性肿瘤之首 它的症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 头痛 出诊鼻咽癌时 大约70%的患者有头痛症状 鼻咽癌的头痛症状常表现为偏头痛 颅顶诊后或镜像部疼痛 2. 耳鸣听力下降 耳鸣、耳门腮感及听力下降 也是鼻咽癌的早期信号 该症状是由于鼻咽癌新生物 堵塞患测咽孤管口所致 3. 鼻腮 大多表现为单侧鼻腮 当鼻咽肿瘤增大时 可能出现双侧鼻腮 4. 剔血 表现为鼻涕中带血 或表现为从口中回吸出带血的鼻涕 又称为回吸性痰中带血 除此以外还有耳鸣、听力下降 或者是频繁的头痛等 这都是鼻咽癌的症状表现 当发现身体有这些表现以后 一定要积极治疗 这是提高治愈率的关键之处 因为到了晚期 比咽癌的难度治疗也会很大 当时听到医生的诊断 于海丹如五雷轰顶 头脑一片空白 不知道该如何承受着天大的噩耗 但是他很快又镇定下来 失患重病的丈夫需要他的支持 即将得知这个噩耗的儿子 需要他的坚强作为榜样 于海丹决定坚强起来 和丈夫一起渡过难关 而李雪剑在刚开始得知自己病情的时候 也感到不知所措 但看着坚定的妻子 他鼓起了与病魔斗争的勇气 病重时 李雪剑连一口水都咽不下 一活动就头晕 呕吐不止 团里的领导提出让他暂停拍摄 但是李雪剑婉拒了领导的好意 他是那么热爱表演 尽职精业 妻子于海丹也知道 让丈夫把戏停下来治病是不可能的 所以夫妻二人决定放弃马上手术的方案 而改为保守的化疗 每天上午 李雪剑都要由妻子开车 送到医院去做化疗 下午再赶到拍摄现场拍戏 中国轨道的制片人 吴宪君后来回忆说 每次我到拍摄现场 都会看到李雪剑在认真的拍戏 而工作人员则在一旁默默的流泪 在拍最后一场戏时 李雪剑说话已经非常困难 但他仍生情并茂 以气合成的说完大段台词 在场的剧组人员都听得热泪盈眶 当时的李雪剑可以说是 用生命完成了拍摄工作 他的精神感动了身边所有人 戏终于拍完了 李雪剑和妻子回到北京 因为病情需要彻底治疗 他一度彻底淡出了演艺圈 医生考虑到李雪剑的病情 和可能出现的后遗症 最终没有让他实时切除手术 而是采取了传统的化疗方法 化疗的过程十分痛苦 平常要平躺着几个小时 都不能动一下 除了颈部溃烂 全身毛发掉的只剩一根眉毛 李雪剑还要忍受疼痛和呕吐 带来的折磨和不适 但他始终没有打退堂鼓 对生命的热爱和渴望 让他激励自己排除万难 坚持了下来 他偶尔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想法 尤其是接受痛苦的话疗时 他甚至一度想要放弃 在生理反应最剧烈 心里感到最绝望的时候 他曾在电话中 向视为兄长的著名导演 田壮壮放声大哭 但是朋友的安慰和家人的支持 总能让李雪剑 重新燃起对抗病魔的勇气 经过积极的治疗 李雪剑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很快他就回归了盈品 继续他钟爱的演艺事业了 很少有人能把这么大的工作量 和非凡的成就 与一个癌症患者联系起来 在抗癌的道路上 李雪剑已经顽强地走了十多年 由他主演的《美丽人生》中 有一句台词可以很好地诠释这个过程 完美的人生是不可能有的 但只要活着就是美丽的 所以要珍惜生命 珍惜生活 工作呀 就是要 工作起来我就心情愉快 血液就畅通 不碍事的 不要紧张 不要被精神包袱 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精装前进 免疫力提高了 病就好得快 这是李雪剑在患病时常说的几句话 这些话对一些慢性病患者来说 无疑是精欲良言 那么话说回来 他是靠什么抗癌成功的呢 谈到抗癌的体会 李雪剑谈了四点 一 要冷静对待 摸恐惧 面对恶极 如果精神负担过重 产生恐惧心理 就会降低人的免疫力 反而会加重病情 对康复极为不利 二 要相信科学 相信专家与医生 该化疗的就化疗 该打真的就打针 该休息的就休息 不要自作主张 三 与家庭的安排 护理相配合 四 与癌症做斗争 既要有坚强的意志 又要摄入足够的营养 日常生活中 还要注意找乐子 谈到养生 李雪剑说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四大基石 心态平衡 适当运动 合理膳食 解烟献酒 很重要 这是总结了 世界上数亿人健康 长寿之道得出的 是经验之谈 所以她在生活中 是积极贯彻的 常动动 人体不动 血脉不畅 就会加快衰老的步伐 李老把参加拍戏 是做最大的运动 空暇时 也会去散散步 她说 生命在于运动 这句话 讲得太有道理了 拒绝不良生活方式 因为不良生活方式 是滋生疾病的重要原因 所以生活中 李雪剑坚持做到 五步三乐 五步是不吸烟 不暴饮暴食 不憋便憋要 不吃无症摊饭上的食品 不开夜车 三乐是知足常乐 自得其乐 主人为乐 其次是生活规律化 每天按时睡觉 按时起床 有序有规则的生活 这是保障身体健康的重要条件 如果生活杂乱无章 黑白颠倒 势必会降低人体免疫力 为病毒细菌入侵敞开大门 还有注意科学调节 科学调节是生命之水 长流不息的重要保证 因此不能蛮干 不能大规模的身体透支 不能把生命的悬 始终绷得紧紧的 要注意劳易结合 一张一池 不懂得休息的人 就不懂得工作 这句话要切记 就这样 在这样一个勇敢 惜福的人面前 癌症也不得不败下阵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小关希望更多的癌症患者 能跟李雪剑学习 效对癌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观友们可以在下方评论区 给小关留言 分享自己的肯癌经历 喜欢小关的话 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